青海京县神秘吐蕃古墓 墓中不仅发现了精美不已的壁画 专家还找到了一个隐藏的暗格 其中有数百件保存版好的珍贵金器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顶金罐 不过 最让专家难以置信的是 他们在这座古墓中还发现了罕见的共鸣人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有何来历 神秘的共鸣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2019年青海省乌连县的西里沟镇 迎来了一众行踪神神秘密的人 他们都是考古方面的专家 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里的权购墓地进行发掘 其实这座墓葬早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就已经被发现记录在案了 而且专家经过初步勘察 确定这是一座典型的吐蕃时期的大墓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2019年才进行发掘 专家们对这座墓葬的期望很高 毕竟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 大家耳熟能详 但是关于吐蕃的高级贵族墓葬 还真是没发现几座 说不定此次发掘 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 古墓的发掘过程并不容易 刚开始就在封堵层挖出了大量的碎石块 这让整个进度都受到了影响 不过就在考古队员挖到三米深时 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线索 这里竟然是一个殉葬坑 一具骨骼在遍地碎石的掩盖下若隐若现 考古队员在清理完碍事的碎石后 这具骨骼的真面目终于显现了出来 从外表来看应该是个健壮的男人 因为他的身材高大四肢粗壮 而且在这具骨骼的不远处 还散落着一把弓箭 看起来倒像是一个中心耿耿的卫士 不过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他的姿势是面朝目外的 这里面究竟有何含义呢 这具骨骼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份呢 就在大家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时 一位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这或许是史书中记载的共命人 据说当时吐蕃特别流行共命人的说法 吐蕃的贵族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 就会为自己安排一位共命人守在身边 共命人平常在主人身边 充当武士仆从的角色 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生命 守护主人的安全 就算在主人去世后 也会毫不犹豫地为其殉葬 只不过这种葬俗 只在史书上有记载 专家们亲眼证实还是头一次 就在专家为这个发现欣喜不已失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 这处墓室的轮廓 也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个墓葬属于砖墓混合结构 主要由前室后室以及两个侧室构成 不过只有前室是由砖室累成的 其他墓室和顶部都是摆墓继成的 而这也证实了墓主人身份的不同寻常 毕竟在当时的吐蕃摆墓 可是极为罕见的 更别提墓主人一次性这么大手笔了 专家一行人刚走进前室 就被里面的景象给惊呆了 墓室的墙地上 竟然还保留着大量的彩绘壁画 要知道这可是第一次在青藏高原地区 发现吐蕃时期的墓室壁画还是彩绘的 他们所蕴含的研究价值可想而知 虽然这些壁画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蚀 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残缺 青海挖出神秘吐蕃古墓 墓中不仅出土了精美绝伦的壁画 还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暗格 里面的景象让专家难以置信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挖出了罕见的共鸣人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有何来历 神秘的共鸣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他的精美程度 依旧让人赞叹不已 除了前世后世的摆木墙上 也有壁画的存在 这些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 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时 吐蕃贵族的日常活动 其中有一幅一味图 上面描绘了一个面部圆润的骑士 腰间佩戴着一副虎皮公囊 身边还扮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 双手做工里像是在热情的迎接宾客 除此之外还有金线图 上面的牧民驱赶着成群的牛羊 骆驼和马等牲畜尽献给贵族 这些壁画从方方面面展示了 吐蕃当时的风貌 除了墙上的彩绘幕式的门框上 也画着精美的图案 有的是盛开的团花 有的是飞行走兽 还有展翅的鲜河和摆动长尾的飞龙等 为了更好地对这些壁画进行保护和研究 专家还特地采用薄荷唇来接去壁画 这样既能把壁画原本地保存下来 也不会对气造成伤害 在搞定完这些壁画 并将其送往实验室后 考古队员继续对古墓进行清理 就在他们准备对墓室的结构进行拆解时 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墓壁的外侧 竟然出现了一个黑洞 一开始专家还以为这是盗墓贼留下的 没想到仔细一看 黑洞旁边并没有被挖掘的痕迹 看来它可能本身就是墓葬的一部分 可是墓主人为何要留下一个黑洞呢 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这个黑洞的出现极大地引起了专家的好奇心 他们从旁边的缝隙往里看 没想到却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这个黑洞原来是个暗格 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石和精气 这让考古人员的内心都兴奋至极 迫不及待地把这处暗格清理出来 露出了里面一个古朴的木箱子 那些珍宝就摆放在木箱中 再把箱子全部打开后 专家都忍不住发出惊呼 首先就是大量的精气和绿松石斑纸杯 然后是散落在泥土中的珍珠和玻璃珠 最显眼的就是被沙土掩埋的流金皇冠 考古队员把这些珍宝一点一点清理干净 甚至还根据珍珠和玻璃珠的排列方式 发现了这些珠子的作用 很可能是流金皇冠上的免流 而这个压相敌的皇冠制作就更精美了 正面雕刻着两只栩栩如生的金龙 金龙之间还镶前着绿松石和青金石 除了正面之外皇冠的侧面和背面 也都刻着异常精美的纹饰 侧面是一只小彩灵他的凤凰 凤凰斩翅玉飞连台则是用绿松石点缀的 而侧面是两只相对而立的狮子 口中闲着锐草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威武霸气 不管是金龙凤凰还是狮子 他们所代表的身份地位都非同一般 而牧主人能用得起这样的金冠 可见他的地位在当时举足轻重 而且与金冠一起被发现的 还有一个流金的酒杯 这个酒杯仅从外表来看就价值非凡 他的外面刻着繁复的文士 青海惊现神秘吐蕃古墓 墓中不仅发现了精美不已的壁画 专家还找到了一个隐藏的暗格 出土了数百件保存完好的珍贵金器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顶流金皇冠 他们在这座古墓中还发现了罕见的贡民人 那么这个牧主人究竟有何来历 神秘的贡民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面还用一圈绿松石装饰 其精美程度不属于任何一件金器 至于为啥古墓中会有暗格的存在 这也是让考古队员想不通的一点 难不成那个时候 就有自己的小金库了 对这个问题大家也是一人纷纷各书几件 最后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独特的藏俗 这次考古发掘可谓是满载而归 但是关于墓主人的身份还没有定论 因为整个墓室中并没有墓制名和任何的文字记载 但专家猜测应该是土博的一位皇室人员 希望随着专家后续的研究 这座墓葬的真相都能水落石出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